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这个星期的《史提泰泰国奔分之一周》 又一个星期了 又一个星期了 说起泰国人 我一时问过一些我身边的朋友 你觉得泰国人是怎样? 泰国人吗?黑咪咪咪 还有普遍我觉得是小一点 小一点 你说礼貌方面我又不太懂得分 但不是很奔奔有礼那种 没错 还有我又不知为什么 我问一些我身边的朋友 说的是香港人那些 他们说我常常觉得泰国人很胖 胖?反而我觉得小一点 那没办法 你拿你来做标准怎么办? 我又不懂 算是你是泰国人而已 现在 但是我自己 我的亲戚 譬如是男士 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 比较大 那些 的确好像 怎样都会有肚腩 或者是肥一点 那你只是一个曲线告诉我 我是做不到泰国人 不是 如果你泰国 你扣死女儿的 你说 真的 还要脱骨 是不是 那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肥这件事呢 因为其实在泰国来说 其实不要说男士 其实女士都很注重自己身材 一个地步是吓死你 他们也都会寻求很多方法 叫做瘦身减肥 甚至乎再去尽一些 可能去整容的医院去抽脂 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 去整理自己的身体 我很同意 因为你说到 如果雷露也好 Ladyboy也好 他们那些身材 其实是真是不错的 是的 是真的 尤其是 反过来 如果是一些女士来说 你说找了一些肥的 又好像不是好觉 但 其实他们是不是真的说 肯定努力做运动 我不知道 但是 亦都有一些奸商 专闭这些弱小心灵 去偷骗拐骗 你啊 不是我 那话说 我们出1A的图 红统虎 这里就是红统虎 这个案发现场 那话说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 上网买一些减肥药 那买完减肥药 吃完之后 身体又不是很妥 但他有可能 又会觉得 可能是一些 叫做 小小的 副作用 可能过两天又没事 谁不知 继续吃吃吃吃吃吃就死了 这么大 对 其实这段时间 也不是说 一些个别的 新闻 已经是 一直有这样的新闻 成分是不同的 不止是成分不同的 不止是成分不同的 他敢写 在包装纸和里面 他的出产地 都是不同的 可以敢写 不是放在那些减肥药 就变成蓝晶型 他里面也在说 他在网上 他说 这种药 其实有很多 专业医生 护士 和这些制药专家 去说 好得 好备 大家一定要吃 但是当你驗了之后 里面的成分 就像小花那样说 不对称 再加上 根本上 就是没有这些医生 护士 什么都没有 其实只不过是个别 一两个人 他们这些奸商 就是做这些 做梅 做梅 做这些奸商的生意 那 根本上 全都是一两个人 在网上自己 自吹自擂 之后 那些人就上了当 那这个人指着什么呢 指着弱地些 这个就是他们那些 奸商之一 不是 他是那个 因为警察 是破获了这个工场 这个是警察 是破获了工场 难怪现在这些警察 分不了 就是了 其实我也觉得有问题 难怪不得 你一定要有委任证 而且你起码 起码不是穿T恤 哇 臥底才是这样 有时候我觉得 那些人穿T恤 但戴上人的头盔 又没有委任证 又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说你是警察 警察 你这样 你可以这样说吗 你是泰国人 现在 泰国人 泰国说事实 泰国说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对 他们也会有人查的 警察查警察是经常发生的 我说是呀是呀 不要多 通常泰国来说 如果这个警察 之前我们也报道过的 这个警察经常说 不查 我们报警不查 这个不查 原来他收了钱 我们就直上他上司 再上他上司再报 等他上司去查他 经常发生的 就不会像香港那样 通英说什么 你们没错 你真是怎么说 那头又说 跟别人去对话 怎知道你拿着咪 说完之后走了 好了 我们先回来 我们都拉激动了 我们先回来 这一只药 真的已经是吃死了人 而且也查到裡面的成份 也都不对 所以现在政府方面 因为都知道 这一只药 已经流出了市面很久 很多人 亦都呼吁 如果有买过这一只药的人 要小心 除了这一只药 之外 其他减肥药都要留意 你要留意一下 它的出产地 它的药的成份 还有 是不是真的有医生 或者有些专业的人士 去说这一只药是真的有效 这个真的在泰国来说 这一阵来说 很多女士 很担心 中了伏 中了伏 所以 我看到有波子 都赚了 没错 就算是香港也好 因为香港其实很多人 有代购的 如果你代购了这些的话 也都要留意 减肥就靠做运动 不用靠节食住 做多些运动 做多些运动 知道 说完这个之后 其实要小心 还有其他东西 我们用2A那张图 发生什么事 看到七角这么乱 通常有些人就说 哇 是暴徒 是不是这样 真正的暴徒 就类似这样 话说这里 看到有个text code 其实是一个超级市场门口 超级市场门口 超级市场门口 多数都会有些桂圆机 在那里 话说 这间超级市场门口 的桂圆机 就在六号那天 的清晨五点半 就有个炸弹狂徒 炸桂圆机 哇 那些什么联会那些 不知道 他们那些就很懂 做炸弹 做完炸弹 炸完人 然后又说别人暴徒 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人 純粹看 喂 你炸个桂圆机 炸到门口烂了 你是不是 其实是想 但是为什么那些钱 不吐出来 那问题就在那里 那些人说 你炸完之后 你是不是想拿桂圆机的钱 那怎么知道 炸完之后 好了 那些警察来到之后 躺在那里面的钱没有少到 烧都没有烧过 这个就是那个空气 就是那个 哦 就是觉得很奇怪 喂 因为他也能见到很有心思的 他就知道7点钟开门 那他5点半去炸 但是炸又不知道为什么 那是广告来的 就是告诉别人 他那家的安全性很好 那我就不知道 从这个方向想 那可能警察就会这样想 我这个说话 但是你再看下一张 他真的炸爆了 他里面有一些零件 是炸了出来的 这个就是里面 那个桂圆机里面 有一些电子零件 炸了出来 但是 他又没有拿到那些钱出来 那 真是现在那些警察都在想 究竟你炸了 做什么呢 究竟 纯粹是否是泄粉呢 那我都明白的 有些人真的为了泄粉 六七年的时候 就是泄粉 对不对 那香港不同 泰国 那我们希望泰国那边警方 查一查 究竟发生什么事 但是好了 泰国警方这期呢 其实都真的很不空 那么 发生什么事呢 又面对开花呢 那你看看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这样东西 我相信 香港很多游客 都应该感同身受的了 就是通常一上的士 很多泰国的电子零 就一下 就把毛巾 蓋了咪标 然后就说 我先说一下 泰国的士 不是说说一下的 是计标的 但是当然 你要你跟他交易 或者 如果你搭Crab Taxi 那些就另计 那 但是 都说 再提醒大家 Crab来说 在泰国 是否会被人拘捕 先坐坐 暂时 因为还是一个 灰色的阶段 所以你说 会不会执法呢 就暂时不太清楚 但是 你说Crab Taxi 你会不会真的走到机场呢 入机场呢 就要小心 未必得的 那我再说一下 就是泰国的警察 在4日那天 就联同其他政府的相关部门 在曼谷大皇宫的周边地方 就是这个大举掃王 不是大举掃王 大举掃的黑的 哦 哇 是 你有什么掃王 我自己想想 大家的观众 那这个大举掃的黑的 話说就是 因为 其实政府收到很多投诉 说的不是本地人 不是一单半单 是很多外国人 都有投诉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上到的士 你拿一块毛巾 蓋着个标头 然后又或者 又不 港价 然后又常常骗些人 说这里又有 有 extra charge 那里又说要收付加费 然后呢 静静低 这次的泰国警方 就静静放射了 那 就终之抓了81个人 提外话 刚才那些警察 上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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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哦 那些男人真的是 大肚腩 中年发福的 一定是 你现在后面都好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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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得避免 那 今次来说 有81个司机 涉嫌违反 这个陆路交通法 和汽车法 其实今次除了的士 嘟嘟也有抓的 就是刚刚上一张 是的 嘟嘟的司机 都有抓的 因为嘟嘟 其实没有麦标 它也是靠港价 但是港价 太离谱了 话说 今次抓了81个人 有25个人涉嫌拒載 两个人涉嫌五斤标头收钱 另外 譬如说 有A去B的地方 如果计算标头的话 可能在计算 80-200拍 但是 他一开就说 先掩住标 500 这样的话 怎知道很坏不坏 就中了别人放射 然后去到那里 就立即被人抓了 那这些是不对的 是的 香港的黑的都已经被人抓了 泰国的黑的 泰国也在做事 而且泰国政府也很重视这一次 是很重视的 那你应该趁这个机会 整个泰国的车判骨 是趁这个机会 不是等待 冷凍了就搞不定了 没错 想想想想 又想想想 想想想 太多东西说了 实在 泰国政府也都是 比起香港政府更加重视 他说一样东西 你这帮的士佬 是严重影响泰国的形象 所以我这次一定会打到你 起巴欄 所以大家 记住 如果大家去到泰国乘搭的士 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不用害怕 不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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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报警就可以了 现在泰国的警察 真的很乐意做这件事 放心 这件事 好了 说完一些民生事情之后 这件事未说过 再说下一张 为什么我会说体育呢 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 有没有留意 其实我这件球衣 我经常穿着的 这件球衣就是蒙通联那件球衣了 哦 这样的 蒙通联如果大家有留意 说香港的足球来说 较早几年之前 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经常会来香港比赛的 例如打亚冠 或者亚洲赛事 蒙通联有来过香港的 那时候蒙通联就 哇 赤手可疑 斥策风云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近几年蒙通联的智绩非常差 尤其是今季 我看到他赢了曼联 是赢了曼联 是赢了曼联 很厉害 赢了曼联 蒙通联今季 现在去到季中 首存卫刚刚结束了 他的成绩是近乎最后的 我们在下一张 看到那个分别 武里南联到最后一回合 就是首存卫最后一回合 就上回到第一位 我们再看看下面那边 刚刚刚那张 蒙通联就是刚刚 因为第十七场 赢了 之后才可以趴上去 在十六 在阵界来说是非常之差劣 亦都有很多球迷不满 当然 球队方面 亦都在想 怎样可以令到 对球 起码不要降班 现在已经不是想 拿联赛冠军 买些外国球员回来 现在就是想 我互级 你看看 最后那对十六 那对掃帕 即是淑喷破裂 就是我乡下 我乡下的淑喷破裂 你进去赢了 真的 应该降班 他有多少场打 双循环 30场球 我想现在一半多些 蒙通联现在17场球 20分 苏坎布里现在17 15分 其实相差5分的距离 都未说安全 要赢下去 是的 其实都未安全 打上去 就算去到春武里 都未必很稳定 都是在6分距离 过了20场才难追 是的 所以现在来说 蒙通联就厉害了 下下一张 下下一张 可以 因为他 都认识了有问题 所以他在季中 就挪置了两个球员 哪里来的呢 旁边这两个 旁边这两个 大家看一看 那时候 好像 鬼鬼鬼的 我觉得 泰国人也是这样 你又玩我 誤斗我 其实他们真的有 鬼佬血统 话说 今次挪置了这两位球员 一个就是 他们很有趣 其实你看到 不是外活 两个都是泰国籍的球员 很高 两个都是泰国籍的球员 一个打前的 一个打后 希望可以帮蒙通联 起码上回头十名 如果不是高 那个打前吧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蒙通联的照片 下一张有没有 好的 好 这次蒙通联 这个投资来说 也不是很贵 因为始终 也不是很出名 不是那么出名 应该说 在当地上出名 不过当然 他又不是很 不是外援 他是本地球员 也都省了外援 今次希望蒙通联 我穿着这件球衣 我也不希望你下年 下班 我就不知道怎么穿 这件球衣 有些人赖我 我买了这件球衣 最长头坐就可以了 有些人赖我买了这件球衣 弄到蒙通联的战绩会放愈下 我会登 那你真是登的 是吧 根据往迹 是的 当然 其实我还有其他球衣 没有你男的那件 我也有的 希望我保持住 就是你没有穿 他就放上去 明白吗 没错 好了 讲完体育东西 一定要讲一些娱乐东西 当然也讲B&K41 刚刚7月5日 新歌Jabajah Jabajah正式推出了 在YouTube上上传播了 7月5日发布会 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发布会 也有很多观众 突然涌起来 很漂亮 这次先放下这张照片 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记得过 就是我说过 之前说过公布新歌的Center 这首新歌有两个Double Center 站在那边就是阿芳 坐在那边就是Bubbet 他们两位就是这首歌的Center 今次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就是 当然后面我要讲讲 就是我最喜欢的琪姆 我只是看《墙头发》那个 是 OK 今次这首歌为何我要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 因为说 好 先下下一张 再下下一张 这个 我要讲讲 就是我好朋友很喜欢的 这个就是Noi 我特意CAP这张照片给你看 再下下一张 再下下一张 又不见你CAP的长头发给我看 今次 这个MV是下了很多元素下去 也融合了很多 即是摘眼看 民族东西 有些很传统的泰国的舞蹈 但是也有些很西方的东西 融合了下去 也有琪姆 当然他们跳的舞 你总是看 很西方 但是他们跳的舞 也是很传统的泰国民族舞 即是这样 转转转转的那些 即是那些我都不懂得讲的那些 那看 纯粹是说 在上升了不够一天 已经超过一百三十万人 你按了三万次 我按了三四次而已 每天都 但是他不够一天 的Kickway 已经超过一百三十万人 这个非常之厉害 那当然 其实那天都说了 除了这首新歌《渣巴渣》之外 也都有另一首 是日直成员Arena 就是做Center 那天 新歌发布会那天 也有出来唱歌表演 但是MV暂时未出 可能迟些会出 好 再下下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很重要 发生什么事 就是因为其实 BNK48 现在都转转了两三年时间 其实在亚洲地方 很多的48 例如印度 越南 菲律宾 耶加达 都有了 这次来说 泰国再弄多一对 叫做清邁 清邁48 CGM48 这么多人 是的 预计会在今天 会公布一些重要识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在BNK48里面 其实有四位成员 是来自清邁的 而这里里面 就不知道会否是 但是他就说 可能里面有两位 来自清邁的成员 就会移植到清邁48那边 今天就会公布 会是哪两个 但是暂时大家都未猜到的 即是现在要投票哪两个 不是投票 现在他会 可能他到时会再公布 但是大家未知 现在大家还在猜猜 好 回来先 扔他去守水堂 都不是的 其实呢 好 回来 其实BNK48 可以说 令到泰国都疯狂 如果再多了 清邁48之后呢 会发生什么法学现象呢 暂时都未知的 会否抢了观众 又不知道 就是分法 一定是的 是的 接着就说 我那对好一点 我那对好一点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世界是这样的 没错 但是怎样呢 或者是之后发生是怎样呢 暂时呢 即是48那边 暂时未知 很多都是保守秘密 那我们即可继续留意CGM40H 这一堆东西了 好 那 OVERRUN太多了 但是我们也有点呼吁的 那靠一下小花来说 那我们呢 这个就是一个收费的节目 第二部分呢 泰国呢 试题要带大家去泰国 去喝喝吃吃 看看有什么地方 介绍一下一些 不是主流的地方给大家 那怎样可以做的节目呢 就可以打上来 9808874 或者WhatsApp给我们 39558673 暂时都还有一个优惠 就是50元三个月 可以看这么久的集数 没错啊 还有东西送的 要送些什么呢 记住打个电话来问一下我们 我们还很乐意告诉你 我们有试题 每一天的初夜送给大家 这么糟糕 讲一下吧 当然讲一下吧 你这样 不过呢 待会第二节呢 我们就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 叫大城 阿余泰亚 阿余泰亚就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天生一队 在讲阿余泰亚的王朝 你当然不要说是什么地方 你当然下一节才会告诉大家 但是我就问 喂 我会带大家去做些什么呢 那就很重要了 不是的 不是的 那究竟我在阿余泰亚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记住 留意收看 下一节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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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